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福建省閩喉縣親口鎮居民陳春章 今年8月底在北京被親口鎮政府派出的人員截訪 之後送到閩喉縣看守所刑事拘留 10月26號 在看守所昏迷 家屬要求檢查他身上是否有外傷 但警方不允許 11月6號 陳春章不治身亡 家屬8號準備到福建省政府 要求追究地方公安的責任 又被多名字稱是閩喉縣政府的人上門阻止 大陸民運人士馬志全三年前 在深圳大抓捕事件中被捕 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11月7號在深圳開庭 馬志全在法庭上說 他遭到酷刑 腿被打斷了 無法站立 因此庭審只能坐著 他也當庭否認自己犯有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大陸維權網站權力運動負責人曾江華 被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兩年 11月8號刑滿出獄 家人到廣東清遠監獄外迎接 他的朋友擔心他出獄後仍無自由 會繼續遭當局監控 新疆脫離縣前縣長卡哈爾曼·阿赫曼 因在任期間拒絕下令拆除清真寺 被送入集中營關押 至今已經18個月沒有任何音訊 不知是死是活 他的表妹日前向外界求助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